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我们也先来看一下 风波的最新后续 前几天被几位网友爆料 正义的StakeAge成员现金 今天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并上传了手写道歉文 JVP娱乐发表声明 公司有向同学们老师们询问当时的情况 也亲自见了在网上留言的人 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在听取综合所有人的意见后发现 对于当时的情况 每个人的记忆都不一样 男明确证明所有事实关系 但是现在有因为现金错误的言行而受到伤害的人 现金也在深深地反省这件事情 所以就亲自见了那位网友 真诚地道歉了 那位网友也接受了现金的道歉 并解开了与现金的误会 最后也认约了现金的未来 真的非常感谢 公司会更加注意引导艺人们 以后会在选拔练习上艺人的过程 更加细心努力的 我们接着看一下现金的道歉文 首先因为在我学生时期 错误的言行受到伤害的所有人 真心的道歉 对于那个时期我所做的行为感到非常惭愧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给别人造成了洗不掉的伤口 是绝对无法受到原谅的 就算我道歉了 大家接受了我的道歉 我过去造成的伤口也不会完全消失 因为知道这一点 所以真的有在反省 虽然有点迟了 但是能够与因为我而受到伤害的人 亲自见面道歉 也能以这篇文章传递求饶的内容 虽然觉得很惭愧 但是还是想说声谢谢 然后也希望能够透过这篇文章 像没能亲自见面 但是可能在学生时期 因为我的错误言行而受到伤害的所有人道歉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不退团吗 知道对不起的话 就请你自己出去吧 为什么道歉要说得这么模糊 好像自己没有X一样 JYP不是人品最重要吗 道歉就结束了 所以绝对不能相信艺人们的人品营销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亲自见面道歉了 当事人也原谅了 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了 最起码道歉了 总比那些一直坚持不道歉的人好一点 以后好好反省改过千山 不要再给公司成员们带来困扰了 看着这个也希望我家爱豆能够赶紧道歉 真的好伤心 在响今道歉后 一位之前爆料自己被X 但是还没有与响今本人见面的网友 再次发文要求响今的退团 然后就是 本来预定于羽杰斯两个人 主持新的综艺节目的演员JYP 虽然所属公司有声明 X不是事实会对谣言进行法律对应 但是因为有太多的网友们 在电台留言把留言抵制JYP 所以JYP最终还是决定退出这个节目了 另外因为NCT成员 且先出演而收到关注的电视剧POM 也因为女主被爆料X而延迟了播放日期 我会继续带来有关X复播的罪行后续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曾经的应援霸主Tiana的成员JYP 这两天都遭到了非常不好的事情 而向警方报案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昨天JYP的搜索公司对媒体表示 JYP在IG、Tweet等社交平台上 多次收到了不明身份的人公开留言死亡威胁 目前公司正在搜集所有的证据 正式向警方报案了 并且会尽全力的安抚 心里受到极度打击的JYP 公司对这次事件会强力对应的 但是说实话 就算找到犯人了 也很有可能因为 没有实际做什么行动 就这么样结束的 然后就是 有位30多岁的男性 晚上10点多来到 Tiana索雁住的住宅区 而他因为不知道 索雁是住宅几号 所以就按了所有住宅的门铃找索雁 结果被邻居报警 在现场就被逮捕了 当时索雁因为有行程不在家 所以没有碰到这位男性 因为索雁多年来 一直都有被跟踪狂骚扰过 甚至曾经也有不正常的跟踪狂 将女性恋放在索雁的家中 所以对于昨天发生的这件事情 目前所言正处于恐惧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在这脑残门犯下更大的罪行之前 事先阻止他们吧 是因为疫情吗 怎么最近好像不正常的人 越来越多了呢 Tiana之前就已经遭到过 那么多辛苦的事情 为什么还一直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真的好心痛 希望Tiana的朋友们都能加油 很多人应该知道 在韩国饭圈只要爱懂犯错 就会有很多网友们要求退团 这个现象大家应该很清楚 所以就想问一下华语圈的大家 如果一个团体的成员承认 真心的反省也向本人道歉的话 大家觉得是要退团呢 还是要再给一次机会呢